震惊我耳道的民间说法 娶妻不娶白虎女 谁娶回家谁倒霉 说大白话意思是 女性私处没有毛发 不吉利是灾星的象征 甚至让丈夫时运不济 那毛毛到底还能不能踢了 咱们来细盘一番 关于剃毛这件事情 东西方人有不一样的风俗习惯 美国人替剃毛的历程 是一次轰轰烈烈的时代进度条 它其属于一个巨大的商业阴谋 1915年 吉利公司推出首款 专为女性设计的剃毛刀 灌输女性 有体毛是不美丽的这种观念 好像女孩子身上有毛 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男生只要看一眼 就会头晕恶心 讲吐 这也是第一次 美国女性把无毛 奉为时尚风向标 再到二战结束后 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1946年诞生了比基尼泳衣 穿衣自由度上是大幅提升了 但比基尼火了的同时 意味着脱毛面积也更加大了 巨星玛丽联盟路 在随后几年横空出世 她的出现是一针强效催化剂 很快将比基尼风靡全球 美国女性正式开始三角区的脱毛 掐指一算 美国女性脱毛至今 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美国有学术组织 在2016年做过一次 3000人规模的调查 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83.8%的女性 曾经对阴毛进行过修剪 平均频率为每月数了一次 可以推断出 大部分美国女性 已经手起刀落 视剃毛为自然 巴西女性也有约定俗称的脱毛文化 一个原因是 巴西多数处于热带 巴西人喜欢躺沙滩晒太阳 毛毛刺出来 推干扰视线 另一个原因 巴西女性爱美是出了名的 尤其热爱风臀手术 他们在2013年到2018年 连年举行美臀大赛 吸引27个州和联盟区的 大量的年轻女性来参赛 每年的美臀小姐 还会有一个上大街拉票的环节 在大环境熏陶下 巴西女性早就把处理一毛 看作非常日常的事情 但是我们大部分中国人 没有脱毛习惯 畅脑毛发自然生长 这要追溯到先秦时代 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岂能除之的儒家思想熏陶 剪掉虚发有为伦理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 还有一种刑法叫做昆刑 剃光犯人的头发 对那时候的人来说 丧失虚发和含掉手足 是同等分量的痛苦 你要我脱毛 这不是要我命吗 近现代社会受战争影响 我们的性科普发展时间不长 而阴毛直接跟性挂钩 家长和老师休于开口 孩子只能自己悟 由此还引发出 关于阴毛的种种怪谈 女性没阴毛 白虎克服 女性阴毛密 而指定性欲强 听过这些民间流传的宝子 可以扣个1 在封建民心的压迫下 中国女性更不敢轻易 剃除阴毛了 反正不影响生活 也不碍眼 那就留着吧 再说日本 她们推崇白幼兽审美 把体毛称为无用的毛 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脱毛产品 美容院甚至专为小孩 设计了脱毛美容 虽然她们追求无毛社会 但另一方面 又对体毛有一种 近乎痴迷的研究 有日本学者花了30年时间 研究5000名女性的阴毛形态 来推测女性的性格运势 最后还出了一本 叫《毛相学》的书 这姐妹们 你们怎么看 你觉得能从阴毛形态 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吗 这玩意还能看出来性格 多选C 封建民心 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如果我看过别人阴毛 还有值的话 那我觉得 应该是能看出性格了吧 回归正题 想知道阴毛到底要不要提 咱还得先弄明白 阴毛到底起什么作用 接下来认真听要考的 你肯定听过这句歌词 世底 咱们大部分人类的阴毛 都是卷曲状态 在人类还不穿裤子的时代 四处的毛毛 首先就是起保暖作用 卷毛更容易防风 同时也能抵御外来病菌 到现在文明社会 阴毛的出现 代表着第二性征发育 阴毛除了保暖和抵御病菌 也开始有其他功能性作用 比如说 减换摩擦带来的物理伤害 这里补充一点 无论阴毛形状像托尔斯泰 还是没有长阴毛 民间称呼的白虎 取决于体内磁胸性的激素水平 受一川阴素影响 都是正常现象 要是不放心 大可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好 下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多项选择题 你认为阴毛有什么作用 按照我目前的知识储备 我可能只能做一个单选 就是A抵御外来的细菌和病毒 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 A抵御外来的细菌和病毒 吸收汗液和粘液 我觉得D液什么鬼 绝对不选 我选择A抵御外来病毒和细菌 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的鼻毛一样吧 可以抵御一些病毒啊细菌脏东西 因为它本来也是一个通道嘛 刮掉的话就很容易进一些病毒这些感染 公布答案 这五个选项的作用都是能实现的 你们答对了吗 网上关于剃除阴毛最直接的问题是 完全剃掉衣毛 双修时会更和谐吗 有过相关困扰的家人在屏幕里扣个E 医生给的回答是 没了毛毛的阻隔 确实会增加皮肤敏感度 双方在心理层面增加刺激感 但是女生尝试一次剃毛 后续必须频繁剃毛 毛稍微长一点 就会沉浸式体验绒嬷嬷扎针 扎针还不算是严重的问题 如果操作不当 可能引发女性私立部位的毛囊炎 而英国医学杂志在2016年的期刊 就直接表明 更没有提掉衣毛的人相比 经常提衣毛的人 更容易患上性病 存在即合理 在毛毛这里还是有说服力的 如果为了伴侣 或者当下流行的审美 强行斩草除根 咱就说大可不必 说到底 除毛还是不除毛 这是私人问题 没有统一标准 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 衣毛的存在 是否影响你的健康 如果你觉得没什么不舒服 保持原生态是完全可以的 2022年了 咱们每个人都有毛发自主权 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大人测评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记得给大人点赞